医疗的讯息 小孩嘴巴掌红疹起水泡 不一定都是感染肠病毒 台中一名四岁的学小妹妹 原本只是嘴角周围出现骚痒 接着突然高骚三天 到医院来治疗 却被误以为是肠病毒 转诊后才发现是得了 急性红疹性 银齿口腔炎 合并梅浆菌感染 医生立刻给抗病毒和梅浆菌的药物治疗 住院五天后顺利出院 嘴巴还不会痛啊 四岁徐小妹妹小嘴巴周围 布满一颗一颗水泡 慢慢在结痂 伸出舌头里面也有 连张嘴都会痛 原先以为是得了肠病毒 到医院治疗都没有好转 徐小妹妹也痛到无法进食 这是一个四岁的小女生 她一开始因为嘴巴会花痒 然后开始就开始花高烧 两三天然后嘴巴就开始 嘴巴就开始破 然后就去当地的医院出院治疗 然后出院以后 因为一直高烧补退 然后M方又给她表示 嘴巴破并没有克施药物治疗 不只嘴角周围出现骚痒 还高烧三天 家人带着她到乌日这家医院转诊 才发现是得了急性炮疹性齿银口腔炎 合并梅浆菌感染 立刻给抗病毒和梅浆菌药物治疗 我们发现她嘴巴破其实是一个急性炮疹性齿银口腔炎 然后因为她又咳嗽 所以检查出来又合并梅浆菌感染 所以当天我们就给她抗病毒药物治疗 所以她的烧就大概出院以后 大概两三天就退烧了 然后原则上我们大概给她治疗 大概五天以后就 那个嘴巴就一合就出院了 医师补充最简单分辨两者差异 就是看抗疹位置 肠病毒通常是长在口腔内 不会长在嘴巴周围皮肤表面 住院五天 许小妹妹终于康复出院 食欲也恢复正常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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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